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金边月香 在生长旺盛期,蜘蛛长是快 我们在养护给它浇水 施肥都要给它增加次数还有增加量 这样才能满足生长需求 那么我们给月香浇水的话 就是山泉水还有井水给它浇灌是最适合的 当然这个自来水也可以给它浇灌 但是使用这种自来水的话 直接给它浇灌 对土壤还有根式生长非常不好 因为月香的根式是弱质根 我们直接给它浇灌的话 这个盆土容易出现板结碱性化 这样使其株很难生长 那么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就要给它注意好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使用的自来水 要给它调节酸性 调节酸性的话 一般都是给它使用这种烟母复合盐液 这种盐液是一种微生物精致 而且还有非常丰富的油溢活菌 每一毫升有十亿 在微生物的作用上 土壤就会分解出有质剂腐质剂 促使土壤团力形成 在后期土壤就会蓬松 第二点月香也是使弱酸性土壤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土壤如果出现碱性化 不利于根式生长 那么我们调节土壤的话 一般都是给它使用这种硫酸亚铁 这样就使叶片长得脆立 使用的方法就是15天给它使用一次 实施水交换即可 第三点养分因为生长速度快 我们必须要给它补充养分 才能满足生长需求 像我这些月香施肥的话 一般都是给它使用这种 家庭版的全营养水溶肥 所含的大尼甲严肃比较均衡 而且呢 又可以用来喷洒叶面 这种水溶肥呢可以提高抗病能力 而且呢又可以使根式发达 提高观赏性 有效的防止植株因贴素而引起叶片发黄 或者是染上一些病害的现象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这里我们下期再见